青年朋友們穿著輕便 傳球投籃 無論有沒有投進 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這是由新北市原住民族多元素競爭令 發展協會在戲紙張樹國中舉辦的 第一屆三對三籃球友誼賽 比賽吸引了十七個隊伍 報名參加 參賽者多半以阿美族人居多 也吸引不少泰雅族及悲難族的族人 一起來鬥牛 每一位參賽者由於工作不同 無法時常相聚 透過這樣的比賽聯絡感情 除了開心激烈的比賽之外 主辦單位也特別在中場休息時 為了紀念原住民族日 播放原住民族運動的紀錄片 參賽者也都認真看著影片 新生代的年輕人知道說 八月一號原住民紀念日是怎麼來的 然後藉著籃球友誼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知道聚集一下 然後順便聯絡彼此的感情 主要是在紀念八一原住民八跟一是怎麼來的 所以說其實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我覺得其實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講 並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說你要知道原住民紀念日是怎麼來的 這個社區很早以前都是一個原住民的聚落 然後因為從上一代他們離開了部落來到都市 在這邊集結有了一個建設 有了一個屬於比較屬於原住民在都市的社區 八月一號紀念日這個為做主題 主要也是說讓我們自己在後備晚生的這些原住民朋友裡面 讓我們瞭解我們在這個都市社會裡面的生存 畢竟也不是那麼困難的 我們也可以以各樣不同的活動方式來去推廣 我們自己的理念 雖然八月一日已經過 主辦單位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影片 讓來打球的年輕人能夠瞭解到 在過去原住民族精英份子的努力 爭取民族潛意之下 原住民族如何走到今日的歷史 接著當地不賽新聞是細紙採訪報了